好 我們持續來關注是美國總統拜登 在參加CNN的這個節目的時候 他就有特別接受了民眾提問 他被問到如果台灣被大陸攻擊 那麼美國是否會防衛台灣 他表達自己的回應 他說會 甚至還表示說 我們對此有保證 有承諾 對此我們就要來看到 我們總統發言人張敦涵 他在今天表示 我們有注意到這個拜登總統的相關談話 那麼他說從拜登上任以來 美國政府有持續用實際的行動 展現對台灣堅若磐石的支持 至於外交部的發言人歐江安 則是表示說 感謝拜登再次重申 美國對台灣的一貫承諾 而同時我們要來看到 是國防部長邱國正 他說不管是哪個國家或哪個團隊 只要是對國軍建軍備戰有力的 我們都樂見其成 同時也很歡迎 那麼國軍基本上 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戰備原則 原則上就是 自己的國家還是要自己救 那麼我們就要來看到了 美國現在有釋出這樣的善意 但是旅美學者翁呂中他怎麼說呢 他說民主共和兩黨都有表達對台灣的支持 但是台灣的這個期待 跟美國所展現的到底是不是一致呢 因為他就表示說恐怕美國在言語上 會比行為上來得多 因為按照美國的民意 真的要派兵協防 其實難度頗高 美國總統拜登今天接受CNN的邀請參與 跟民眾直接面對面的鄉民大會 在過程當中接受民眾的提問 談到了台海的緊張的情況 並且針對是否協防台灣提出他的看法 拜登總統特別強調 美國對台灣有防衛的協議 有承諾要來守護台灣 被知名主持人安德森古博追問 是不是代表著美國的軍方會協防台灣 拜登也非常直接的表達了 美國會來守護台灣這樣的一個說法 不過在節目結束之後 不久白宮立刻發出聲明 強調拜登總統所謂的支持台灣 或者對台灣有防衛的承諾 並沒有違反一法三公道 並沒有違反傳統的一中政策原則 讓大家不禁懷疑 拜登總統到底是支持台灣 還是不支持台灣 到底支持台灣的力道 到底有多強 其實我們最近看到 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之下 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 不論在國會 還是在各級的政治人物 事實上都多次的表達對台灣的支持 可是台灣所期待的美國來的援助 或者是台灣期待的美方支持 跟美國所展現的支持 到底是不是一致呢 以非常現實的美國利益來說 美國對台灣的支持 恐怕言語上的支持 會比行動來得多 民主黨跟共和黨內部各自有不同的盤算 共和黨或許比較願意給台灣 可能更多行動上的支持 可是目前執政的民主黨 或許口頭上的支持 或者是軍事軍備上的援助會比較多 但是如果說到真的要派兵協防台灣 恐怕按照美國的名義要出兵海外難度是非常高的 如果我們看清楚了美國的現實 再來回想我們在台灣對於美國支持台灣 或者是派兵協防台灣的高期待 這個之間的落差或許是台灣在研判美國是否來支持台灣的時候 必須要重新認真思考的 坦白說台灣的政治人物非常清楚 美國對台灣的協防或者美國對台灣的支持有一定的限制 不可能為台灣兩肋插刀 政治人物非常清楚 不論是藍營還是綠營 其實都知道美國是有限制的 可是面對的選民的期待 面對的所謂的台美關係友好 希望讓台灣民眾更有信心 面對台海的局勢 更能夠願意一起來守護家園 往往給大家的訊號是比較友善比較樂觀的 可是我們從拜登總統今天晚上的發言之後 總統府發出的聲明 強調台灣可能還是要靠自己才能夠站得穩 站得更安全一些 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在台灣大家也已經開始意識到 美方的強烈支持或許會導致美中的緊張升溫 除了美中緊張升溫之外 也有可能導致台海的局勢變得更加緊張 面對現在兩岸之間沒有溝通管道的情況 其實無論是任何人執政 在台灣都必須要兼顧台海穩定跟台海安全 尤其在現在已經是跌落谷底的兩岸關係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政治人物可能要負擔更大的責任 如何能夠穩定兩岸的局勢 在選票考慮以及實際的台灣安全 這樣的一個平衡之下 或許真正的愛台灣 就是在現在是不是能夠把理智的聲音傳達給人民知道 不要再過分的傳遞友好的訊息 傳遞美好的消息 這一點才是台灣長期久安的方式 好 現在查播最新消息 知名戲劇康熙王朝當中的大陸資深演員陳大中 演出過很多熱門的戲劇 包括雍正王朝還有漢武大帝等等 而其實讓觀眾也是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只不過根據剛才陸媒的報導 陳大中的兒子稍早上媒體證實 他的父親在昨天凌晨逝世享受71歲 稍後會有更完整詳細報導 接著來關心的是日本 日本大阪環球影城在今天中午精傳大停電 當時有民眾在搭雲霄飛車就很不幸的 就這樣被卡在半空中 有43公尺這麼高 動彈不得 而環球影城突然間停電 所有的遊樂設施也是瞬間暫停 就連準備要往下衝的雲霄飛車 就這麼剛剛好卡在最高點 43公尺的高空中 空拍景象看起來很嚇人 幸好這起意外無人傷亡 因為原方使用的是纜車 協助所有乘客順利脫困 而根據關西電力表示 今天中午大阪府總共2040戶發生停電 經過一小時的搶修之後 目前供電正常 但為何會突然停電 還在找原因 然後來關注的是美國 現在美國供應鏈危機還沒解除 總統拜登在這個禮拜之內 完成兩兆美元的開支案 他在當地時間21號 重返賓州家商推修 但是也提到了 美國如果停止投資 會失去在世界的優勢 拜登也指出 美國的基礎建設 目前在世界上 只排第13名 美國的基礎建設 美國的基礎建設 我們在世界上 美國的基礎建設 對世界上 美國的基礎建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